中文字幕 李宗盛 因为其实我的背景跟非常多的学员一样 我也不是美业出身的 所以我其实很可以理解 当你今天是零基础 从来没有美业的操作经验 你会遇到的难题有哪些 那在针对这些难题 在课程当中去做加强 像我前面提到的 我其实自己也不是美业出身的 所以以下提供我当初在选择课程的评估方式 第一点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要去体验该店家的手法 道理很好懂 就是你一定要喜欢 你做起来才会开心 客人才会觉得舒服嘛 第二点就是 你要先订定自己的学习目标 那每个人的目标都不同 有些人可能是想要开小型工作室 那有些人想要开大型的连锁的店家 那你就要去找跟你的目标 有相对应经验的店家 他才能够在课程上 给你更多你需要的支持跟帮助 再来第三点呢 这个也是比较容易被忽略的 就是如果可以的话 去看能不能跟这个讲师对话 或者是看一下这个讲师的上课影片等等的 这个讲师的风格 演讲力 逻辑分析能力 都可以你的胃口 你觉得听起来是很好懂的 在你上课的过程当中 你才会有更好的体验 以及也会比较好吸收 以上是帮大家整理两个比较常见的问题 那如果还是有其他想要了解 或是我没有说到的地方 欢迎到初时的官方账号进行咨询 小便会整理详细的资讯课程提供给您 或者是直接到初时进行一次的体验 那我是Tim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们课程见啰 期待你们成为初时的学员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